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决定了把手机拆成零件装在这个装饰框里边 这个装饰框跟普通的画框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深度比较厚 它的厚度比较深 这样就可以把手机的零件都完整装在里边 手艺人 到底用什么武器拆 卖家还附送了一道工具 这个工具可以把手机完整的打开 至于我们要拆的手机呢 至于我们要拆的手机呢 是很多年前发布的一部小米4 这个手机呢 是大兵多年前使用过的一部手机 现在在家里边呢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既占地方用办不了多少钱 所以呢 我们决定把它拆开 装到这个装饰框里边 成为一部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品 那么多呢 给我一用一用 能怎样 头还留着呢 什么玩意 这破玩意 哎呀还真是 太烦了 还陪我一个 这个都给你积极 我陪你个兜子 这个正法卖手都有磁力是吧 就一点点的账面 首先看一下卖家都给了哪些工具 一个吸盘 两个撬棍 两个拆机棒 一个一字的小螺丝刀 三个尺寸不同的六角螺丝刀 在拆这部手机之前呢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的视频 感谢那些up主的无私奉献 所以呢我对怎么拆这部手机 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 事先声明我从来没有拆过任何一部手机 这是我第一次的尝试 首先呢用吸盘吸住这个手机的背面 然后一拉 哎哎哎 拉开了 嗯这手机好脏啊 然后呢我们就看见里面有很多的螺丝 我的想法呢就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所有螺丝都拆掉再说 可以看出来 大兵的这部手机已经历经坎坎 里面的很多螺丝都已经生锈了 好了 周围一圈的螺丝呢都已经拧掉了 这三颗螺丝呢是固定闪光灯的 现在呢不太好拧 我们可以先不管它 等之后再处理 然后呢用敲棍敲一下这个部位 好的 现在就已经分离了 我们可以先用瓶口螺丝刀 把它的排线 因为呢我们是拆极并不是拆后 还要装上 所以我拆的动作比较暴力 如果是维修的话 我想像我这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试一试 可不可以把主板拆下来 好了 我听见了清脆的一声响声 哦对我忘了 卡槽 我找个鸭签 还是你专业 不要像我犯我这样的粗油 要拆机先把卡槽拆下来哟 好的 主板拿下来了 主板现在连的是天线 接下来呢是电池 大力出奇迹 好 电池已经让我拿下来了 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要拿的呢 还有就是它的尾叉 就是插屁股的东西 尾叉怎么取下来呢 就需要用电锤风吧 尾叉这里呢还有两个螺丝 把这两个螺丝扭下来 应该就可以把尾叉取下来了 好的 尾叉 基本上呢已经大功告成了 这部手机呢已经被我拆的差不多了 哦还有这个 怎么把闪光灯也拆下来呢 闪光灯的这个螺丝生锈了 来回来你试试 我拆不下来 这三颗螺丝 有点生锈了 这是什么人呢 你怎么拆不一样的 内力一动 主要是我劲太大 我怕把它拧花了 看我拆手机怎么乱了 在比某人的帮助下呢 我把这个闪光模组也拆了下来 接下来呢就是装表工作 让这个手机的零件 如何在这个画布上呢 更加的完美展现 这里呢还有一管胶水 用来把 这里呢还有一管胶水 用来把 手机的零件呢 粘在画布上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接下来一管胶水 用来把手机的零件呢 粘在画布上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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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我现在呢 把手机的零件都已经粘在了画布上 接下来 此处应该有掌声 接下来呢 就是装表的过程了 大功 很多人呢 把电池也放在里面 但是呢 我们要把电池放在里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怕时间长流 它鼓包 然后发生不安全的隐患 其实呢 我就是忘了 还是很不错的吧 耳将其放在里面的中的际秘并 是 一枚 而是 聊到 不 杂直 伯母 和 有 他 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